北约成立75周年 不料年过夫妻是非多 自俄乌战事之后 面对过高的军费 能源短缺 以及各国国内的经济压力 北约内送愈免愈烈 对内 德国不爽匈牙利 法国看不上乌克兰 土耳其更是要将希腊去军事化 对外 新来的日典芬兰 积极表中心 早到的英国波兰 冷眼旁观等世纪 武漢军援不积极 正面对抗俄罗斯坎布朗 外加美国大选 一切悬而未决 北约这个战争怪兽的未来 又将何去何存 大新闻大历史 正好 请问各位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领导是谁呢 地球人都知道 北约的领导当然是美国啦 但是法国不服 法国不服到什么地步呢 不服到 法国曾经退出北约 长达33年 法国是北约的创始成员国 可是北约的领导国美国 根本不把法国当回事 所以1966年的3月 当时的法国总统戴高乐宣布 法国退出北约军事一体化体系 美国不在乎 就把北约总部 从法国巴黎 迁到比利时的布鲁塞尔去 法国变成北约的伙伴国 一直到萨克齐当上法国总统 不再奉行自主外交的戴高乐主义 法国就在2009年 重返北约军事一体化体系 现在的法国总统马克龙 又重新提倡戴高乐主义 他不退出北约 他在北约内部 跟北约的领导国美国抬杠 特朗普当美国总统的时候 马克龙说北约已经脑死亡 最新的情况是 马克龙未经北约领导国 美国的批准 就擅自宣布 不排除派兵支援乌克兰 抵抗俄罗斯 美国老大烦死了马克龙 到目前为止 美国对乌克兰的支援 基本上仅限于 给钱 给枪 给炮 给导弹 给飞机 给这 给那 啥都给 就是不给派兵 近日 来自俄罗斯卫星通讯社的报道 解释了一个引人注目的事实 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 公开承认 乌克兰在对俄罗斯黑海舰队的攻击中 使用了北约提供的导弹 这一消息在国际社会 引起了广泛关注 因为它不仅揭示了 乌克兰冲突中的新动态 而且还可能进一步 复杂化乌克兰与俄罗斯之间 乃至于北约与俄罗斯之间的关系 据报道 斯托尔滕贝格是在 布鲁塞尔北约总部 发布的2023年度报告时 做出上述声明的 他指出 北约盟国提供的 某些关键导弹和系统 使得乌克兰有望击退 俄罗斯黑海舰队 进而确保奥德萨走廊的唱风无阻 这些言论被视为 对俄罗斯的公开挑衅和威胁 显示了北约对乌克兰冲突的 直接和间接参与程度 而随着俄乌冲突进入第三个年头 北约又开启了 激健狂人的模式 据多家欧洲媒体3月18日报道 北约在罗马尼亚一处军事基地 已经开工建设 这将成为其在欧洲规模最大的军事基地 据罗马尼亚媒体报道 该基地位于罗马尼亚东部 黑海西岸的康斯坦查 占地面积近3000公顷 相当于一座小城市 可容纳多达1万名 北约士兵及其家属 基地拟投资近25亿欧元 将建设跑道 武器库 军用飞机机库等设施 还设有学校 幼儿园 商店 医院 该基地名为 尼哈伊尔科克格尔尼恰努 第57空军基地 目前已驻扎 约5000名军事人员 其中大部分是美国士兵 未来扩建完成后 该基地将超过德国的 拉姆士泰伊空军基地 成为北约在欧洲最大的军事基地 对此 业内专家认为 在新的地缘政治背景下 随着俄乌冲突发生 该基地的建设 增强了北约的东义力量 这边基地扩建正热闹 那边斯托尔 滕贝格也没闲着 在瑞典和芬兰 纷纷加入北约之后 北约的大家庭 也从30个国家变成了32个国家 但北约东扩的道路 却并没有停止 近日 斯托尔 滕贝格 又开始了新的使命 因为他又看上了格鲁吉亚 斯托尔 滕贝格就指出 格鲁吉亚对北约非常重要 因为它的环境位于 非常敏感的高加索地带 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 也是俄罗斯的命脉之一 据知情人士透露 事件起因是乌克兰方面迟迟无法兑现 早前承诺北约和美国的 军事大反攻计划 因此 泽连斯基政府 希望在北约的协调下 将格鲁吉亚开辟为 俄乌的第二战场 直接对俄罗斯宣战 面对北约这种 蹬鼻子上脸的举动 还没等俄罗斯方面回应 格鲁吉亚政府 德国倒是先不乐意了 他们的态度也很明确 那就是不同意 北约的如意算盘是 将格鲁吉亚开辟成第二战场 来消耗俄罗斯 格鲁吉亚十几年前 就申请加入北约 但北约不批准 只给了格鲁吉亚 北约伙伴国的地位 掉格鲁吉亚的胃口 北约伙伴国有什么用呢 俄罗斯都是北约伙伴国呢 现在在北约不派兵的情况下 北约想让伙伴国 格鲁吉亚人去送死 可是人格鲁吉亚也不傻 直接就拒绝了北约 谁没事把战火 往自己的国家引呢 眼看将格鲁吉亚 作为第二战场的策略行不通 北约战术指导员 干脆亲自下场 近日 泽林斯基接见到访的 北约军事委员会主席鲁尔 双方讨论到 加强乌克兰现有防御能力 以及根据北约标准 发展乌克兰未来的军事潜力 鲁尔说 北约自2019年开始 回归集体安全 改变了防御战略 作战计划 和执行所有这些任务 所需的军事力量 而北约已做好与俄罗斯 发生直接冲突的准备 遗憾的是 即便有北约 这个强大的后盾背书 依旧未能提振起 乌克兰在战场的信心 乌克兰总统泽林斯基 3月28日 接受哥伦比亚 廣播公司采访时表示 俄罗斯有可能 在5月底至6月期间 发动大规模攻势 但乌克兰武装部队 还没有做好防御的准备 而且乌军的火炮已消耗殆尽 他相信美国 如能提供5至7套 爱国者防空系统 将能够有效保卫乌克兰 另外 泽林斯基敦促北约的盟友们 加快向乌克兰交付 战斗机和防空系统 他在社交媒体上 发布的一份声明中表示 加强乌克兰的防空能力 并加快向乌克兰交付F16战斗机 是至关重要的任务 对此 俄罗斯总统普京 3月27日到俄西部 特维尔州的军事基地参观 在会见俄军飞行员时 谈及西方承诺向乌克兰 提供的F16战机 普京表示 这不会改变战场局势 俄军将像摧毁其他 西方原物军备一样 摧毁F16战机 如果这些战机 从第三国领土起飞 也会成为俄方的合法目标 同时普京也强调 俄罗斯并不打算与北约开战 进攻波兰 波罗的海国家 以及捷克的说法 完全是无稽之谈 普京解释说 俄罗斯与北约的军费开支差距过大 2022年 美国军费超过8000亿美元 俄罗斯仅为720亿美元 在这种比例下 与北约作战简直是一派胡言 然而这完全无法打消 北约对俄罗斯的恐惧 因为早在2022年 在北约马德里峰会上 就通过了一份 号称指导未来十年发展的 新战略概念文件 据报道 此次峰会把俄罗斯定性为 对北约安全最大和最直接的威胁 并首次聚焦中国议题 还首次邀请澳大利亚 日本 韩国和新西兰等 亚太四国领导人与会 种种迹象表明 北约新的地缘政治图谋正在形成 因为从诞生那一刻起 北约眼中就只有对手 没有黑白 这份新战略概念文件 似乎成为了北约 扩大势力范围的一个凭据 有了它 北约的行动就有了正当的借口 而回看历史可以发现 这样的借口 并不是北约第一次找了 而是贯穿在冷战结束之后的 北约发展历程中 北约第一任秘书长是个英国上将 黑斯廷斯·伊斯梅 伊斯梅说 北约的作用就是 请来美国人 赶走苏联人 压制德国人 中国有一句老话说 请神容易送神难 欧洲请来了美国这个大神 美国就在欧洲扎了根 再也不走了 1990年代初 欧洲本来有一次机会 可以送走美国这个大神 但是欧洲白白错失了那个机会 这怎么回事呢 请看下节分解 北约作为一个军事同盟组织 理论上只有在对抗和冲突的环境中 才有生存的可能 没有冲突怎么办 那就只能自己制造 各位 欧洲本来有一次机会 可以送走美国这个大神 话说 1991年12月26日 苏联宣布解体 北约的敌人不存在了 既然北约的敌人苏联不存在了 那北约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而如果北约不存在了 那么美国在西方世界的领导地位 也就不存在了 领着西方世界搞垮苏联的美国 突然间被自己的成就吓了一跳 合着搞垮了苏联 也就搞垮了北约 那怎么成呢 怎么维持北约的存在 怎么维持美国的领导地位呢 美国佬有办法 1991年7月1日 华沙条约组织正式解散 将对抗华约作为自己使命的北约 也一下子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它本该跟华约一样消失在历史中 但当时的美国政府 并不这样认为 早在华沙组织正式解散前 美国政府就开始酝酿 北约日后的出路 当1989年东欧巨变开始后 它就开始铺垫 并对外呼吁应当整顿北约 而不是取消或者用一个 新的安全组织代替它 因为美国需要北约 成为自己制衡欧洲的工具 所以在北约已经没了 存在的必要之后 美国成为北约的涉及者 首先是要为北约挑选一个 继续存在的理由 北约作为一个军事同盟组织 理论上只有在对抗和冲突的环境中 才有生存的可能 然而放眼当时的世界 经历过热战和冷战的各国 无比渴望和平和发展 没有冲突怎么办 那就只能自己制造 在美国的主导下 1991年 北约罗马峰会出台了 北约冷战后首份战略概念文件 这份文件将北约军事战略 从冷战时期的前沿防卫 转为更广泛的全方位防卫 将北约政治战略 由遏制苏联 转为针对元苏东各国扩张 将北约从防御性军事组织 变为进攻性政治军事组织 在这份文件中 第一次转型的北约 只能将威胁泛化 但这样模糊的概念 自然无法为北约的存在成功背书 美国政府急需找到一些新的借口 为北约证明 以此来维护自身的霸权 试图打造一个单级世界 很快 一位学者的理论 引起了美国的注意 1993年 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提出文明冲突论 美国看到了借题发挥的空间 利用这一理论划分文明阵营 为冲突埋下伏笔 根据这一理论 全球可以划分为八大文明 亨廷顿认为 所谓的全球化正在让各个文明普遍觉醒 但这也同时削弱了西方文明的强势 而这些具有不同文化 种族 和宗教的文明发展互动过程 在美国政府看来 就是冲突的温床 亨廷顿理论的出现 恰恰是给美国维持霸权提供了个理由 北约要保卫和维护西方文明 换句话说 除西方文明之外的其他文明 都是西方文明的潜在威胁 树立敌人的叙事 正在一步一步地铺陈 1997年 美国前总统 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波瑞金斯基的 《欧亚统合战略》 为北约下一步树敌明确了方向 美国要加强和扩大 在欧亚大陆的民主阵地 为此 美国应该把盘踞在 欧洲大陆的北约作为桥头堡 把目光投向东面 没过多久 北约就找到了第一个敌人 1992年 南斯拉夫解体 塞阿两族积累百年的矛盾 彻底爆发 1998年 科索沃的局势急速恶化 1998年2月底和3月初 科索沃连续发生 两起规模较大的武装冲突 本来这是属于南联盟的内部问题 应由南联盟和阿族自行解决 但由于外部势力纷纷插手 特别是西方不断对南联盟施压 使这一纯属国内的民族问题 迅速国际化 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还扬言 如果南联盟总统米洛守维奇 不按西方的意见办事 将对南联盟实施军事打击 1999年 美国带着北约的楼罗们 对南斯拉夫联盟实行军事打击 其实是相装无件意在佩弓 那个佩弓是谁呢 是欧元 话说1989年欧盟就提出了 创建欧洲单一货币的构想 这对美元的霸权地位构成了严重威胁 美国焦虑地看着欧元一步步从构想变成现实 苦思破坏欧元的计策 1998年机会来了 南斯拉夫联盟内部 塞尔维亚族和阿尔巴尼亚族 在科索地区爆发武装冲突 美国人精心布局搞乱欧洲 给欧元送大礼 1999年元旦 欧元在欧盟各成员国范围内正式发行 几个月之后 美国领导北约武装干涉南联盟的内部失误 只要美国人打出人权旗号 就能把欧洲拿捏得死死的 可是欧洲一打仗 国际资本就会流向欧洲以外的地方去避险 那么刚刚发行的欧元就会狂跌 所以法国 德国多次要求 对南联盟实施地面进攻速战速决 但是美国不干 愣是对南联盟慢慢悠悠地 滋滋啦啦地轰炸了78天 把南联盟炸趴了 把欧元也炸残了 1999年3月28日 北约对南斯拉夫联盟的军事目标 和基础设施 进行了连续78天的轰炸 僅开战当天 在这一次的空袭当中 北约就出动了千余架飞机 舰船 以及三艘航空母舰 这次的空袭 在50多颗卫星和数万地面部队的 支援下进行 先后出动3万2千架次的飞机轰炸 最终将整个南联盟 移为一片废墟 当时的美国总统克林顿 立刻宣布 1999年4月13日 对南斯拉夫的空袭 将会进入到第三阶段 这次的空袭范围和强度 都要比之前更强 南斯拉夫联盟内的所有军事目标 都会受到北约24小时的 不间断轰炸 在美国的收益下 北约军队对南斯拉夫联盟的轰炸 将不会局限于军用目标 包括桥梁 铁路 公路 工厂 电视台等 也将会成为北约军队进行轰炸的目标 至此 这场战争已经不再是 北约口中所谓的惩罚行动 而是一场令人发指的 针对贫民的屠杀 整场战争打了78天 南联盟单方面被炸了78天 最终不得不答应西方八国 和俄罗斯共同提出的解决方案 彻底退出克索沃 北约的轰炸给南联盟造成了 巨大的损失 基础设施也被北约炸得致力破碎 经济损失超过了100亿美元 至少十年才能恢复到战前的水平 在美国加入科索沃战争的 这两个半月的时间里 欧元的汇率便从最初的1比1.1 直接跌到了0.9比1 截至2000年3月份 共有超过1万亿美元的欧洲资产 涌向了美国 一切都按照美国预想的计划进行着 唯独的小意外 是来自中国对科索沃战争中 美国和北约干涉他国内政的行为 一向表示反对 这让美国颇为不爽 为了让其他国家收起反对的声音 美国人决定要给中国点颜色看看 于是 美国人开着轰炸机 炸毁了中国驻南斯拉夫的大使馆 致使三位战地记者当场身亡 20余名大使馆的工作人员受伤 这次事件激起了全中国的名分 也是北约欠中国人民的血债 那场战争遗留下的伤痕 在25年后仍在动荡的阴影中徘徊 2024年3月24日 是北约轰炸南联盟25周年 很多塞尔维亚民众来到这里 参加悼念北约轰炸南斯拉夫联盟 共和国遇难者活动 25年来 北约这个全球最大军事组织 不断突破地域和领域 到处煽动阵营对抗 挑起冲突战争 严重危害欧洲和世界的和平稳定 25年过去 直至今天 塞尔维亚民众仍在饱受贫油弹 等北约战争遗毒的影响 生命健康持续受到损害 伍奇奇在致辞中说 塞尔维亚致力于军事中立 绝对不会加入违约 他们想要摧毁 枝节我们的国家 但25年过去了 我们仍没有被击败 我们永远不会同意 塞尔维亚的分裂 1999年那场 对南斯拉夫联盟的狂轰烂炸 对美国来说 他们取得了战略上 一石二鸟的大胜利 他们打下的第一只鸟 就是把欧元打残了 欧元跟南联盟一样 成为那场轰炸的输家 最可笑的是欧元驱国家 被美国卖了 还帮着美国赎钱 那么美国的第二个 战略大胜利是什么呢 请看下节分解 911事件之后 北约的敌人由布定变为无形 大有哪里需要就去哪里 想去哪里就去哪里的架势 各位 1999年 美国领导北约对南斯拉夫联盟 狂轰烂炸整整78天 通过那场轰炸 美国取得了战略上的两个大胜利 一个是打残了欧元 一个是巩固了北约 巩固了美国在西方世界的霸主地位 当时美国驻北约大使 罗伯特亨特说 如果北约这次不能让南联盟就范 那么北约成立50周年的会议 就不会成为讨论北约战略新概念 或宏伟构想的盛会 罗伯特亨特所说的盛会 是1999年的北约华盛顿峰会 在那次峰会上 北约提出了冷战之后第二份战略文件 内容概括起来就一个词 扩张 各位 随着苏联解体华约解散 北约本来也该关门大吉了 美国一通操作 北约不但不关门 反而要扩张 1999年 在美国举行的北约华盛顿峰会上 美国同盟友敲定了北约冷战后 第二份战略概念文件 声称北约有绕开联合国 自行抬决处理国际事务的权利 北约开始从泛欧化走向全球扩张 在明确了自己树立的假想敌之后 北约马不停蹄地开始了扩张行动 1999年 波兰 匈牙利和捷克加入北约 2004年 罗马尼亚 保加利亚 拉脱维亚 立陶宛 爱沙尼亚 斯洛文尼亚 和斯洛伐克加入北约 2009年 阿尔巴尼亚和克羅迪亚加入北约 從1999年到2009年 短短十余年间 北约成员国的数量 从16个变成了28个 而这个扩张趋势 也符合此前的文明冲突论 那就是推动北约的边界 不断向不同文明的边界靠近 由此 冲突的可能性就越大 而这些就成了北约发展的潜在资本 911事件之后 北约的敌人由不定变为无形 恐怖主义威胁成为北约的心腹大患 反恐变为重中之重 为此 北约特成立机动能力强的 快速反应部队 继继续承担北大西洋公约规定的 第五条款集体防御职能 也开始执行非第五条款集体防御的 军事任务 大有 哪里需要就去哪里 想去哪里就去哪里的架势 2001年10月7日 随着以美国为首的联军 发动阿富汗战争 这是北约首次在欧洲以外 进行大规模军事干预行动 只是当时谁都没有想到 阿富汗战争一打就是20年 这20年时间里 有3万多名阿富汗平民死亡 另有6万多名平民受伤 约1100万人沦为难民 最终的结局 还是将阿富汗 又还给了塔利班的手众 在阿富汗之后的2003年 美国编造伊拉克 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谎言 与英国等北约盟国 联手发动伊拉克战争 此时的北约 已经从只具有 区域性职能的军事联盟 逐渐转变为 可发挥全球性作用的 政治军事联盟 2010年 在美国推进下进行的 李斯本峰会上 北约推出冷战后 第三份战略概念文件 明确提出积极参与 现代防御的新战略概念 把危机管理理论 确定为北约的核心任务之一 2011年 北约滥用联合国安领会的授权 对利比亚开展 軍事打击行动 这是冷战后 北约出于私利 对外武力干涉 搞政权更迭的 又一个明显例子 如果不是卡扎菲 恐怕没有几个人知道利比亚 实际上 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前 人们说起利比亚 就跟说起非洲 某个不知名部落一样 1969年 利比亚上位军官卡扎菲 发动政变 推翻国王 建立共和国 自任国家革命委员会主席 兼武装部队总司令 从此开始叱咤风云 长达42年 2011年 美国 英国 法国 还有一些别的国家 祖环暴打利比亚 卡扎菲也被利比亚 国内的反对派活活打死 他的遗体 没有按照伊斯兰教的惯例下葬 而是被放在一个冻肉库里 供市民参观 一代枭雄卡扎菲 以这样屈辱的方式 是结束了自己的神话 北约在利比亚的那次事件中 扮演了什么角色呢 2011年2月 利比亚人也在阿拉伯之春 走上街头 抗议统治者卡扎菲 獨裁政权 自1969年起 他铁腕执政41余年 抗议运动很快转成军事对抗 部分军人投向示威者 部分军人 則继续站在卡扎菲一边 暴力事件迅速升级 3月17日 联合国授权国际社会 采取军事行动保护民众 自然也就支持了卡扎菲的反对者 两天后 美 英 法等国 开始对卡扎菲军队实施空袭 3月31日 北约接管行动指挥权 对反政府武装提供空中支持 数月之后的2011年10月 反政府武装攻占了 卡扎菲的家乡蘇尔特 10月20日 卡扎菲被反对派 从一个废弃的下水道里 拖了出来 活活打死 一代枭雄卡扎菲 以这样屈辱的方式 结束了自己的神话 只不过卡扎菲死后 利比亚并没有变得更好 失去引领者的利比亚 很快就冒出了一堆武装派别 利比亚又开启了军阀混战模式 国家不但没有变得繁荣富强 反而经济直接掉进了坑里 人均GDP从从前的12000美元 骤降为5500美元 国家距离解体也就一步之遥 2011年10月31日 时任北约秘书长拉斯密森 乘坐一架美制C130运输机 在两架法国幻影战斗机的 呼航下抵达利比亚 这次突然造访 是北约秘书长第一次访问 这个北非国家 当北约高层宣布 针对利比亚的联合保护者作战行动 北约历史上最成功的行动之一 结束时 他绝不会想到 在北约干预后 又有上万名利比亚平民 在内战中身亡 绝不会想到这个国家至今 仍处于动荡之中 而那些在利比亚战争中的西方国家 则纷纷抢盘登陆 争先恐后的要在石油蛋糕 以及数万亿美元的重建订单上 分杯羹 2011年9月1日 时任法国总统萨克齐 就在巴黎召开了一个 名为利比亚之友的会议 会议由他和时任英国首相卡梅伦 共同主持 有60个国家的领导人 和机构代表参加 其核心内容就是关于 战后利比亚的空间 显然 这场分发大会的主要内容 就是协调各国在利比亚的战略 和商业利益 而这正是利比亚全国过渡委员会 对那些支持他们的国家 曾许下的承诺 作为这场战争中出力最多的法国 自然要拿大头 早在2011年6月 法国的商业巨头们 就飞奔加西亚 并且非常顺利地拿到了 利比亚35%的原油开采权 英国也不甘落后 在会前的一个星期 英国石油公司就直接宣布 在条件允许时重返利比亚 为了获得战后重建项目 英国政府还解冻了利比亚 15.5亿美元的资产 而对于美国来说 收拾了卡扎菲 就是这场战争的最大胜利 美国能够获得一个群龙无首的非洲 要远比利比亚那点石油收益重要得多 况且把利比亚打个稀巴烂 也不用它们像在伊拉克那样搞重建 即便被拖住 那拖垮的也是法国人 而美国需要的只是一个不再反美 并且碎了一地的利比亚 可以说所有人都是赢家 除了利比亚 至于那些许诺利比亚的民主和财富 又有谁会在乎呢 2023年9月 预封丹尼在利比亚 东部地中海沿岸地区登陆 并引发严重洪灾 造成重大人员伤亡 数万人流离失所 这场天灾引发的人道主义危机 令国际社会广为关注 同时也让世界再次思考 以美国为首的北约 当年对利比亚武装干涉 所留下的人祸 在北约干涉导致卡扎菲政府被推翻后 利比亚陷入长期分裂动荡状态 国力衰落 治理失效 基础设施陈就不堪 防灾 抗灾 救灾能力被严重削弱 无力抵御重大灾害的袭击 美国等西方国家 对于利比亚今日之商 负有无法推卸的责任 分析人士认为 美国等西方国家是造成利比亚混乱局面的始作俑者 也是造成利比亚贫落现状的主要责任方 对当前这场人道主义灾难难辞其咎 今天的北约已成为世界上军事开支最多 武器装备最强和军力部署最广的 国际军事集团 在逐渐国际化的过程中 已由传统的区域型防御军事联盟 发展成为进攻型国际军事集团 而北约的战略转型 也在改变欧洲安全结构的同时 极大的加剧了俄罗斯的不安全感 俄欧冲突发生后 北约摊牌说 将不再遵守以前对俄罗斯做出的承诺 但不在东欧地区进行军事部署 是冷战后北约在首次东扩时 对俄罗斯做出的承诺 同样的条款也写入了 与俄罗斯达成的基础文件 2022年拜登上任后 依靠成功挑起俄乌冲突的机会 美国要完成对北约的第四次改造 在这个背景下 2022年的北约马德里峰会 通过了第四份战略概念文件 文件中的北约新的发展理念是 全方位的竞争和对抗 值得注意的是 2022年北约马德里峰会 还首次邀请了日韩澳西四国领导联会 并且声称 俄罗斯是北约最大且直接的威胁 中国对北约构成系统性挑战 对此时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 赵立坚给出了回应 北约应该立即停止散播 针对中方的不实之词和挑衅言论 放弃以意识形态划线的对抗性做法 北约已经搞乱了欧洲 不要再企图搞乱亚洲搞乱全世界 美国一直想把北约这个祸水引向东方 冷战结束之后 美国对北约进行了多次的手术改造 使北约彻底沦为维护美国全球霸权 和美国利益的工具 然而乍看之下 北约正在不断扩大 细究起来就会发现 北约的风光只是表象 北约在冷战之后多次东扩 不仅没有让欧洲更安全 反而埋下了冲突的种子 欧洲本来就很复杂动荡的局势 将会面临更多的不确定性 反而是没有北约的印太地区 保持着和平稳定的大局面 可以断言 美国力推的北约印太化 印太北约化注定是黄粮一梦 这人是邓贤作的黄粮梦 正是黄粮梦里人